大明也有經營粉專 有啊 大明很成功啊 因為他單篇的文章曾經有過 90萬的點閱次 不得了吧 不得了 90萬耶 換樓 是是是 那你這個說最近想學攝影 對啊 我自己想學攝影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拍照片 是對網紅的人是很重要 因為你粉絲團上的照片要好看 還有一個原因 譬如說像新西亞長得很正 所以他自己拍OK 可是要把我拍漂亮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客氣了 不會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我有試過 就是我好朋友 他是有得過國際攝影獎的 他很會拍風景 但他拍我的時候真的慘不忍睹 然後所以後來我終於找到 就是很會拍我的 那我大部分給的時薪 大概是一小時七千到一萬 哇 可是我告訴你 這還是有情價 所以因為他平常幫人家拍 一小時是兩萬三 但是因為 我相信很厲害的 真的 因為拍起來 就是有少女的感覺 你懂嗎 有一種夢幻的感覺 有一種氛圍啦 對 還有自然 拍到自然很難 對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 我只是按下去 不是的 你這樣叫我們以後看那些照片 到底要怎麼辦 我覺得你們就是跪著 跪著 跪著大米又砸大錢 不是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不能去看說他按下去那一秒 對 他後面的修行很久 當然 所以我覺得該給的錢 要給人家給 是 可是我覺得那一個就是 37萬粉絲的那個會去應徵 就是有人會去應徵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對那個人而言 今天我如果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人 我拍過這些人 他是我一個重要的資歷 我以後就講說 他所有的粉磚上面的照片 每一張都是我拍的 那也許對他而言 他的那個附加價值 是可以超過薪水的 日本有個攝影師 他拍北海道的雪景 然後後來被那個蘋果 拿去做類似 就是整個 這個手機的桌面 類似這樣 哇 不得了 那個據說費用非常高 他開玩笑 後來他的身價 扶搖直上 要找他拍照 那個國際價格就不得了了 對 所以 就是如果你有被人 被某一種人的認證過 那你就又多了一個 對 一個身分